刚刚有解释说这个村呢 就是灾后的一个重建村 像我的背后这个呢 是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 所以它是比较小的 它后面有稍微增建一点点 他们的那个屋顶甚至有些只是用帆布 那他们住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马上十几年 可是呢 在旁边这里你看到可以看得到 有正在盖到一半的房子 这是什么房子 这就是他们的新房 他们的新房为什么盖得像这样子 有点像鬼屋一样 可是他们这个就是呢 有一点点钱的时候 他们会盖一点点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盖 盖到完为止 那我们现在稍微进去看一下 它盖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我再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 它这里就是盖到一半 就像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呢 还没有办法给人家住 因为屋顶的这个 还是没办法住 等一下可能大概盖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后 我相信他们会搬进来 然后有钱就盖多少 这样其实还蛮好玩的 而且他们想要盖就盖 像这个后面的阿公 他就在跟我们介绍说 这个就是用那些材料 他们只要有材料 然后就盖一些些 这个房子还蛮大的哦 如果盖好了之后 因为他们地还蛮大的 像这个 这个是从那边进来 这里可能就是未来的房间 未来的房间可是也通往外面 其实我不太了解 这个到底用什么 等一下可以问一下 今天看起来 那边后面就是会有厕所 在那边 在边边那边 跟厕所都蛮暗的啦 会有一个小窗户 好 这就是他们的一些文化 其实也蛮好玩的 这个阿公也很可爱哟 我们要说拜拜 OK 谢谢